当播足球快讯 2020年11月6日 我是李思盈 曼城有利可逃 星期一凌晨 曼仲期待的红蓝大战 将如期上演 曼城主场迎战 为免冠军利物浦 这场比赛关乎英超增冠形势 双方水火不容 势必争到你死我活 利物浦后防大将云迪黑受伤后 踢硬将实力就大打折扣 加上球队过去在亚 提哈德球场失利较多 利物浦此行空多吉小 另外大家可以下载 直播收睇这场比赛 直播和赛事前瞻 曼城上季伤兵满营 英超被利物浦实现统治 多迪奥拿森赛季期待 带领曼城重数辉煌 现在曼城比利物浦小打一场的情况下 11比16落后5分 如果今场取胜将拉近分差至2分 重新回到珍贯行列 所以金仗和夺冠热门利物浦的直接对话 对蓝月亮来来港无失利的选项 之前在欧冠分组赛中 曼城表现无可挑剔 三轮分组赛平均攻入三球 拿到三连胜稳助司组榜首 那就提高了蓝月亮士的气之余 也帮助球队张仲森带回去英超 曼城过去三个赛季英超主场 面对利物浦保持全胜 而且总入到11球仅仅失一球 优势非常明显 而上季首循环拜走眼飞路后 曼城回到亚提哈德就以4球大胜对方 可谓抢进风头 其中曼城封线上 最高光当然是前红军球员史特宁 他上季斩获20个英超入球 是队内投豪得分手 金仗面对旧主当然不会手下留情 尤其是利物浦伊加后防线残缺不堪 曼城即使大炒对手也不足为奇 在阵容方面 后卫文迪 中场费南颠奴和前锋亚古路都因伤备战 利物浦近年还奪勾冠 并且在上季实现英超首次登顶 球队依加底气十足 放眼欧洲也极具竞争力 不过他们都不是一帆风讯 今赛季利物浦就多次受到打击 其中最严重的模仪是 顶级中坚云迪克重伤 将长期相决 这位红军后防支柱 是对阵死敌爱华顿一战中受到重创 今赛季回归机会渺茫 缺少这位大将 克洛普近期派出早高美斯 和迈娜坦尼菲利斯的组合 但效果始终不是那么理想 之前对阵石飞联和韦斯咸两之下 由球队都有失波 隐患都不少 面对蓝月亮的攻击群 利物浦的后防线确实是脆弱 同曼城一样 双线作战的利物浦都没有勾冠赛场的顾虑 全力遗免英超是他们最为迫切的任务 利物浦在联赛到现在仍然保持着一流的进攻水准 平均每场攻入2.43球 甚至超过上季的记录 但是2-7大败亚士东维拉一战 令到球队军场失球标升到2.14个 即使之前那场波拥有了 由双杀莎迪奥文尼和莎纳 利物浦仍然需要顾及后场的安全 尤其是面对主场实力强悍的曼城 利物浦此行需要处处提防 在阵容方面中场的奥斯利张伯伦等人受伤无得打 多谢收听安播足球快信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